Hello,大家好,我是柯仁林 欢迎来来收看今天的视频 ChatGPT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能够生成高质量的自然语言文本 从它面试开始就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 而且ChatGPT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对话系统、机械欢应、文章摘要等领域 但是随着ChatGPT越来越是欢迎 平台的风控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许多用户发现自己的ChatGPT账户被封锁了 这可能是他们违反了平台的一些使用规则 比如发送不断内容 或者被OpenAI官方认为您在进行欺诈 或者其他违反活动 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是教大家 如果ChatGPT账号被封禁了 如何进行解封 那么如果您的ChatGPT账号被封锁了 那么需要您采取以下步骤来解封它 首先你要确认您ChatGPT账号被封锁的原因 您可以查看平台发送给您的封锁通知 那么如果您的ChatGPT账号被封禁了 那么您会收到一封邮件 那么您可以查看OpenAI官方发送给您的封锁通知 或者联系ChatGPT支持团队来获得更多信息 了解封锁原因对于解决问题非常重要 第二是解决问题 一旦您确定了封锁原因 您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 例如您的账户被封锁是因为您发布了不适当的内容 您需要删除这些内容 然后向平台提交申诉 第三步是提交申诉 如果您认为您的账户被封锁是错误的 您可以向ChatGPT支持团队提交申诉 您需要向他们提供您的账户信息 和您认为封锁是错误的原因 ChatGPT支持团队将会审核您的申诉 并给出相应的答复 第四等待解封 一旦您提交的申诉 您需要等待ChatGPT支持团队审核您的申诉 通常情况下审核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您需要耐心等待 如果您的申诉被接受 您的账户将会被解封 您可以继续使用ChatGPT 那么为了保证大家更好的使用ChatGPT 我也会在视频下方放上支持充值ChatGPT Plus的虚拟信用卡 支持正常使用ChatGPT的VPN 以及第一手续费支持USDT充值和提现的 第三方平台币安的注册链接 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注册充值使用ChatGPT 那么我提供的这些注册链接 是可以保证能够正常注册和充值ChatGPT的 那么您们也可以根据情况自己注册使用 那么我也希望帮助到大家 能够正常注册使用充值ChatGPT 总之尽管ChatGPT很火 但是平台的分控也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您的ChatGPT账户被封锁了 您需要冷静对待 了解封锁的原因 采取相应措施并向ChatGPT支持团队提交申诉 耐心等待解封 那么我们在解决ChatGPT封号原因之前 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可能导致我们 ChatGPT账号被封锁的原因 首先可能是违反服务条款 如果使用ChatGPT违反了OpenAI的服务条款 比如说分享访问凭据 进行非法活动和其他违法行为 可能会导致账号被封锁 它这里面的分享访问凭据 就是说您的账号交给人其他使用 那么它可能会判断您的账号有风险 也会导致封号 包括了非法活动 非法活动就是它判断您的账户不安全 或者是这个IP地址一直平凡的更换 那么也会导致封号 还有一些可能的官方认为的违法行为 第二是耐用API API是ChatGPT的一个接口 通过API您可以在其他的平台也能使用ChatGPT的服务 它这里面是说大量频繁使用或发送垃圾信息可能被视为耐用行为 导致账号被封禁 还有呢就是共享账号 与其他人共享账号可能违反服务条款导致账号被封禁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一些共享账号 找到合适的这个虚拟手机号平台 包括合适的VPN以及充值ChatGPT 合适的虚拟信用卡或者是实体信用卡 这个我在视频下方呢 也会发布目前安全好用的注册链接 大家也可以注册使用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内容违规 使用ChatGPT生成违规内容 如色情、暴力、仇恨言论、人身攻击等会导致账号被封禁 第五呢是未经许可的商业行为 未经许可加OpenAI服务用于商业用途 可能会导致账号被封禁 第六呢是违反数据保护政策 使用低信率的服务如VPN 可能会导致账号被封禁 第七呢是违反法律规定 进行未经授权的技术逆向工程解密 OpenAI技术也可能会导致账号被封禁 第八呢是使用同一IP注册大量账号 大量使用相同的IP地址注册账号 可能会被视为可疑行为 从而导致封禁 第九呢就是说呢 使用同样一张信用卡 给大量账号充值会员 使用同样一张信用卡 为大量账号充值会员 可能会被视为可疑行为 导致封禁 所以说呢选择合适的注册 ChatGPT的信用卡平台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呢可以选择虚拟信用卡 或者是实体信用卡 那么了解这些封禁原因呢 一方面呢是我们可以更好的 去跟ChatGPT官方沟通 第二呢也是自己可以避免 账号再次被封禁 也知晓自己的原因 那么呢这几天呢 ChatGPT传出停止注册 并且开始大面积封号 禁止亚洲账号登陆 这使得国内一大群重度用户 怨声载道 我也是ChatGPT进行大规模 封号的受害者之一 而且我还买的是一个月 20美元的会员 那么呢虽然我的ChatGPT账号 被封了 但是我在24小时内 就能把账号找回来 请注意你原来的账号 还可以继续用 以下是找回ChatGPT账号的方法 很多用户由于ChatGPT的节点 是共享的 IP经常变动 然后被系统侦测到 于是账号被封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切换你IP节点 到欧美国家就解决了 一般是最好是使用美国 或者欧洲节点 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换节点 节点一个个式 原因是OpenAI封了 你现在使用的这个节点的IP 而且呢在这个周末 先是意大利涨时封杀ChatGPT 限制OpenAI处理本国用户信息 接着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导入ChatGPT不断20天 便爆出机密资料外泄 还没结束 又有大量网友发现 ChatGPT目前停止注册 开始大面积封号 在4月2号就开始全面封锁 亚洲登陆账号 可以看到这个朋友的推文 ChatGPT今早就开始 关闭新用户注册了 不要使劲而尝试了 突然的封号 让人猝不及煌 根据不完全统计 已有数百万用户的账号 受到了影响 许多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们的账号 在未收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被封禁 这使得他们感到 非常的困惑和担忧 很多还未被封号的用户 此刻也正担心 自己的账号 会有被封的风险 但是不要欢 下面给大家准备了 一个解封攻略 送上保姆机的解封教程 帮助大家快速解封 这是一个群 很多人都说我的账号被封了 那么这里面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要给官方写一封英文邮件 进行申诉 并且告诉官方 这是误会 如果你的英文不好 那么准备了保姆级别的英文模板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当粉丝遇到问题 第一时间 奉上给力的教程 把邮箱账号和姓名 复制到中英文模板 登陆其他邮箱 利用这个邮箱发送 模板到需要申诉的邮箱 是supert at openai.com 主题 紧急呼吁解禁账户 未经授权访问和滥用我的 ChatGBT账户 那么这个文章我也稍微读一下 亲爱的ChatGBT支持团队 我希望你能收到这份电子邮件 我的名字是 就是你的邮箱名字 我写信是希望取消对我的ChatGBT账户 用户名 也就是你的邮箱名字的 禁令 我认为我的账户因可疑活动 而被错误标记和禁止 我怀疑这是未经授权访问和滥用的结果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并不是我所造成的 可能是我的账号被盗了 或者是被别人访问了 我最近发现我的账户遭到入侵 我有理由相信 我在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 被其他人访问和滥用 我对这可能给ChatGBT社区 造成了任何不便或中断声表歉意 并向您保证我没有参与导致禁令的活动 为解决此问题并恢复我的账户 我已采取必要措施 通过更改密码和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 来保护我的账户 我肯请您调查我的账户 并核实我的说法并考虑解除禁令 我一直重视并尊重ChatGBT社区准则 并努力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存在 我理解为所有用户维持一个安全和愉快环境的重要性 并对这种情况可能造成的任何麻烦 声表歉意 如果我需要任何其他信息或采取任何行动 以促进调查和解决此问题 请告诉我 我非常愿意配合您的进一步询问 感谢您的时间和考虑 我热切等待您的回复 并希望我的账户尽快能恢复 那么我这边是建议大家 最好是写一份英文的 你写中文的话 声速的激励会小很多 所以我也会把这个英文模板 发到那个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自己复制我这个英文模板 然后跟ChatGPT官方发送邮件 这个应该都看得懂 前面第一句就是这个邮件的标题 这个是不价格的 这个是主题 然后第二是等待官方回复 让您确认您的活动轨迹 这个时候你要告诉官方 这绝对是一个骗局 请官方爸爸给条活路 收到这个邮件 兄弟们就是说淡定的点进去 有一个地图是香港地区的IP 他这个意思就是想查询一下 你的这个活动IP 第三步官方第二次交涉 让你确认你的活动轨迹 明确告诉官方 未曾使用过香港IP 或者其他地区IP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检测到 请官方明鉴给予解封 二次交涉需要发送过多请求 可以用ChatGPT 帮你生成三封解封邮件 分十多次投递给官方邮箱 情节不严重 一般三次就可以顺利解封 邮件参考内容如下 而这边应该是发送了英文的 还有一个英文跟中文的参考 主题为 我从未使用过香港的IP地址 请官方予以解封 尊敬的客服 我发现我的ChatGPT账号被封了 但是我向您保证 我从未使用过香港的IP地址 我非常确定我未曾使用过该地区的IP地址 并且我一直遵守着ChatGPT的规定和要求 我非常重视我的账户和与ChatGPT的合作 因此我希望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和帮助 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需要官方对账户封禁的原因进行明确说明 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解封我的账户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来解决的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期待您的回复 此次敬礼 然后最后留下您的邮箱 这个模板我就不写了 这个就是说 自己可以在网上查 或者是用ChatGPT生成 一般的话一份邮件就能解封了 那么最后也跟大家讲一下 ChatGPT账号封锁这件事情 并不能保证以后不再会发生 为了以后能够长久使用ChatGPT的服务 避免被封号 建议做好以下措施 第一是条件允许可以购买plus会员 这样子会减少ChatGPT被封号的可能性 我的视频下方也会给大家提供支持充值ChatGPT的虚拟信用卡和实力信用卡 第二是尽量想办法自己注册账号 不要购买第三方的账号 这样子的话也会很大程度的减少您的账号被封禁的可能性 第三是要用主流邮箱注册 比如Outlook GMAIO邮箱 第四是登录的IP地址或所在地在欧美国家 而且切记不要频繁更换节点 这样子的话也可能会导致ChatGPT认为您的账号存在风险 可能会把您的账号封禁或屏蔽 第五是ChatGPT的使用页面最好是英文 这样子的话ChatGPT也会认为您是欧美用户 这样子会管得宽松一点 第六是不要用同一个设备登录多个账号 这样做的话也会加大您的风险 如果您的ChatGPT账号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也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收到评论之后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出回复 那么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教程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也可以跟我点个赞 没有关注的朋友希望点个关注 关注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